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昨天的访美行程 将会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 并且在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发表演讲 看似高规格鲤鱼的背后 美韩两国分歧真的能就此消退吗 再来看看香港特首率团访问大湾区 三天半的行程可以说是马不停蹄 强调香港和大湾区城市达成热烈的共识 共同将大湾区建设推至新台阶 在今天节目当中 都会您详细地解读和分析 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 韩国总统影期月24号 开启了他的访美之旅 26号将会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 那预计半岛局势 芯片法案 以及通胀削减法案 还有对韩企业的影响 都将成为重点讨论的议题 韩国总统影期月24号起 展开为期7天的访美行程 这是韩国领导人自2011年以来 首次对美进行国事访问 按计划 影期月26号 会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 预计将讨论包括朝鲜 美中科技争议 乌克兰 台湾等议题 此外 还将庆祝两国同盟70周年 给讨论韩美同盟的未来前进方向 路透社报道称 影期月将向拜登寻求 关于对朝威设立的保证 拜登可能在会上做出有关承诺 影期月曾表示 台湾问题和朝鲜问题一样 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20号批驳影期月的言论 指朝鲜和韩国 都是已加入联合国的主权国家 朝鲜班党问题与台湾问题 性质全然不同 不去可避性 至于乌克兰问题 媒体分析指 韩国在向乌克兰轰电武器方面 受美国压力和国家立场影响 同时 韩方因为俄罗斯 为韩国带来的商业利益 以及俄方对朝鲜的影响力 而希望避免引起俄罗斯的敌意 面对两难处境 影期月此访形成满满 除了与拜登会晤 他将前往美国会发表演讲 出席美企在韩投资的宣告仪式 参加韩美商界代表圆桌会议 与副总统哈里斯以及国务卿布林肯 共用无善 影期月的最后一站将前往波士顿 在哈佛大学发表政策演讲 以及访问麻省理工学院 与影期月抗力一同前往的 还有一个由122名韩企代表 组成的商务代表团 当中包括两大半导体厂商 三星电子以及SK海利市的董事长 英国《金融时报》 日前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 美国当局在影期月出发前提出要求 称如果中国经过审查后 决定禁售美国厂商 美光科技公司的芯片 美方希望韩国三星电子 和SK海利市不要趁机提高对华出口 预计 影期月将与拜登 讨论芯片法案 以及通胀削减法案 对韩企的影响 希望获得美方让步 前者的互联条款 对韩企补贴的条件苛刻 可能造成韩企关键技术泄露 后者则透过绿色产业补贴 冲击韩企在美的电动汽车销售份额 那围绕这次韩国总统影期月的 访美行程会有哪些解读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财经评论员 周汇辉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 欢迎周汇先生 周汇先生您看 这次美国似乎对韩国总统影期月的行程 是给予了非常高的礼遇 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会面 接着他还在参众两院发表一个演讲 看似高规格的礼遇的背后 我们其实就要打一个问号了 韩国和美国之间这些心结能不能解得开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 影期月之前对俄罗斯的这种炮轰 出言不逊 甚至对日本的这种跪舔 他的这种状态 会不会引来引火烧身的这样一个境地呢 这次是安排尹熙悦去叫国事访问 因为美国是觉得自己是老大 他一般一年很少的国事访问的次数 今年就是给了法国总统马克龙 而且这次他是一个全套的 应该不光是有这个宴会 国事访问就肯定有宴会 然后他还有这个参众两院的演讲 还去哈佛大学发表演讲 在这边呢 影期月也带了一堆的韩国企业 非常大的一个讨论 那么总的来说给他最高的这个礼遇 当然这里边可能有不同的讨价还价 但总的来说呢 影期月就是一心一意地扑向美国的怀抱 从现在的报道看 说他还是天天在苦练英文 说要打动他那些美国国会议员 这个听众的心 当然这里边也是说美韩同盟的70周年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 很希望的就是在美国最严峻的 战略竞争对手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 就把中国界定了 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在日本以外的 另外一个突出的探头阵地 或者桥头堡 就是把韩国打造成这么一个桥头堡 无论是在中国的台湾的问题 还是在像经济问题 在半大体方面在打压中国 都希望韩国发挥更积极主动的 这么一个地位 那其实现在看起来 摆在韩国总统影期月面前 其实无外乎两条路 一条就是像他的前任文在寅 相对来说比较中立的一个立场 另外一个就是他现在 似乎正在走的这条路 就是一心一意投入到了 美国的这个怀抱当中 那现在来看他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会不会能够让他所谓的美梦成真的 还是有可能真的就是 竹篮打水一场空 他可能什么到最后来 就是空欢喜一场呢 您觉得 看此前的韩国总统 无论是左还是右 他们都知道 他们最大的问题不是中国 是南北朝鲜的和平的问题 所以我们其实看到 如果说尹熙悦 他一心一意地投入到 美国的怀抱里边 同时得罪向俄罗斯 因为在过去一年的战争 上一届政府就一直秉承一个原则 说韩国虽然是一个军事武器 和弹药的出口大国 但是它的东西 不能够到乌克兰战场上面 所以我们其实看到 韩国去年的军工产业 也赚得盘满钵满 为什么呢 因为波兰他把自己的输制武器 全部送给了乌克兰 然后他就是在欧盟那边记账 用欧盟的钱 其实就买了韩国的这些装备 包括它的装甲车 榴弹炮 还有更重要就是它没有弹药 弹药就是韩国这边提供 因为韩国的军工厂一直在维持 而欧洲那边军工厂 基本上都停下来了 所以按照原来的算法说 欧洲要把那个炸药 做弹药的炸药给补充 都需要大概好长的时间才能补充 所以在原来的时候 这种中立战略 我想无论是在美国生产电池 在韩国来提炼 从外界拿来的锂 因为全世界的西方国家 很想摆脱中国对锂的提炼 和相关的加工技术的依赖 那韩国都是赚了很多的 包括它一段时间还去出口核电站 但是呢 这么一投到美国怀抱里边去 或者你加入到了美国的阵营 来打压中国的时候呢 首先你就会失去中国的市场 包括像这次谈的一个重点 就是美国特别希望韩国的三星 和海力是不要继续在这中国投资 因为它的芯片补充反而很清楚 但是对于芯片来说 这两家企业在中国的西安 和无锡有巨大的投资 而且我们其实看到 有一段时间 中国的韩企生产的芯片 已经返销回韩国去了 如果这两个企业不继续投资 他们很快就可能在中国市场领域 就失去一个领先地位 所以这好又出现了这个美光的事件 因为美光它在中国 可能违背了一些安全方面的这种法律 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 正在对它进行审查 那美国也警告韩国人 说如果说美光被断了 你们可别提到市场领域 你不要填补这个市场 对 但对韩国人说当然要填补了 对 为什么不填补呢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看到 在整个这一串领域背后 隐习院能不能够坚持住韩国人的利益 还是很关键的 但现在看来好像它是一心一意 要全勤地投入到美国人的怀抱里面去 那这种付出能不能够到正常的回报 可能就得问问尹熙悦他自己了 今天特别感谢周文博先生 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那接下来我们再一块来关注一下 从上周五到本周一 香港特首李家超率团到访了 粤港大湾区的多个城市 这次访问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细节 大湾区合作发展的未来 又会有哪些新的亮点呢 下一节我们将会和香港立法会议员 洪文博士一块来探讨分析 稍后见 细节哀讨分析 接下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亚洲财经透视 由香港特首李家超率领的 香港特区政府以及立法会 大湾区访问团 周一傍晚返回了香港 那么在三天半的旅途当中 他们造访了多达16个地点 涵盖了创科以及智慧城市 环保 青年发展和文艺体育 等多个范畴 那么李家超也称 对本次访问感到满意 未来将会和各城市一起 共同来努力共建大湾区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形容了我们看到一共是到访了16个不同的地方 那您此行最大的感受究竟是什么呢 我分享几方面的感受吧 第一就是立法会有了一个新的不同的气象 我们知道上一届的立法会或者说以往的立法会 是处于一种撕裂和对立的状态 那么它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场所 我们有很多经济的发展的民生的议题都被拉布 很多事情处理不了 也就是说立法会没有好好发挥它的功能 那么立法以行政是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 那么这一次我们这个访问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立法行政关系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是很多年以来香港第一次立法会议员以行政长官一起到内地去走访 那么它体现了一个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 就是立法会跟政府之间既互相监督又互相合作的这么一个新关系 这是第一点感受 第二点感受就是我去参观了比如说大江 比亚迪还有华为这几个大厂 其实这几个大厂我大约十年前都去过 那么十年后再去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在我们在香港在挣扎于各种政治漩涡当中 的时候其实这些企业不断的冲向一个又一个的高峰 今时今日有非常大的不同 比如说我十年去比亚迪见到的电动车还是很老土的 但是今时今日我们在看比亚迪的那些车型的时候 很多人都表示如果能够引进香港他们绝对也有兴趣 包括我自己就是在我再不知道要去比亚迪的时候 刚好订了一辆比亚迪的车那么在一个星期以后大约会拿到 就是看到比亚迪它的性价比也好它的外形设计也好 已经足以跟国际的名牌相比较 那第三个感触就是我自己的感触是什么呢 就是科研发展创科产业的发展不能只做研发 一定要有产业链这是我从比亚迪也好大江身上清楚看到的 比如说大江是源于香港的大江的技术当初汪涛他是在科大 有了这个技术还拿到了香港的一些资助 但是最终大江在香港只留下了金融等等一点点服务的功能 整个创科体系都没有在香港那么这证明了只有研发 你是无法发展起来产业比亚迪也给我这样的体会 就是比亚迪当初香港有mycar就是我们的整车的时候 比亚迪还在做电池但是今时今日我们已经离他们很远 所以香港要创科产业要发展必须要有产业链 是那洪博士其实您的这样一个感受是颇为打动人的 但是其实我们也都看到一点就是大家都在强调要让香港融入大湾区的发展 但毫无疑问这其中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 您之前特别提到就是港人要离开香港进入到大湾区内的城市 才能够融入到大湾区的这个城市当中 在这方面我们怎么来鼓励港人走出这第一步呢 谢谢您 其实我们经常讲香港要融入大湾区 我们所指的是香港人离开香港走进大湾区 这只是其实这只是融入的一种方式 香港本身就是大湾区的一部分 我认为香港要真正融入大湾区 要如果我们能够不离开香港 在身处香港都能接触到大湾区的市场 接触到大湾区的各种优势的时候 这才能让港人在心理上接受我就是大湾区的一部分 我举个例子 你要从香港寄一点东西到大湾区 那是非常困难的 我在这一次考察途中遇见了一个在深圳工作的年轻人 前海工作的年轻人 他告诉我前九降温 他想让家里给他寄一件大衣过来 结果发现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必须要求他附带一个发票要交关税 一件旧衣服去哪找发票呢 最终他只能放弃 那么就是说港人在融入你这些细节上是无法沟通 我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香港有很多年轻的我们叫KOL 内地叫网红他非常希望利用大湾区7000万人的市场 来做这个直播 可是如果你身处香港是无法接触到内地的直播平台的 因为香港是国际版跟内地版是分割开来的 而且你也无法用香港人的身份证去注册一个直播的账号 哪怕注册成功你也无法在香港进行直播 把香港的货品卖到大湾区 你得用跨境电商的那种模式成本非常高 对年轻人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实实在在的障碍是我们需要去打通的 是 那洪博士就像您说的 这个现在港人即便选择离开香港融入到大湾区 但可能面临着像您说的这个大门开小门不开的这些问题 这些技术性的问题您觉得该从哪些方面寻找突破口呢 哪怕香港人离开了香港进入大湾区也有非常多的障碍 我还是举我刚才在前海遇见的那个年轻人的例子 他到了前海工作 他是在一个政府部门工作 他想买一辆车 但是港人身份是无法在内地拿到车牌的 所以他现在是每天骑一个小绵羊到处走 他也给我讲到他的很多朋友 比如说申请港人港税 第一你不符合他所给的高端人才的那个资格 你就不能用港人港税 哪怕你符合他那个高端人才资格呢 也是先交后返 就是你也得先把这个高税额先交了 之后才返回给你等等障碍 那么我也访谈了一些创科产业 比如说有创科的在那边创业者告诉我 他们要在内地用港人的身份去申请专利 无论是成本无论是整个程序都非常复杂 成本也比内地要高很多 就大量的障碍阻碍了他们在大湾区发挥自己的优势 这些都是要我们实实在在去解决的问题 其实通过洪文博士的这个分享 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生活的细节方面 可能还存在着可能更多需要我们彼此探讨 或者说是改善的这样一个空间存在 那在便利港人北上大湾区发展的方面 还有很多领域是可以发力的 今年也将会迎来内地和香港 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签署20周年 那要如何进一步地发挥好这个CEPA的优势呢 加速香港融入到大湾区的进程 下一节我们将继续和洪文博士一块来探讨分析 稍后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亚洲财经透视 接下来我们持续再来关注这次香港特首李佳超 帅团访问整个粤港大湾区的一些相关的话题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香港立法会议员 洪文博士继续和我们一块来分享 洪博士好 这一次今年是关于建立更加紧密 经贸关系的安排也就是CEPA 签订20年了 其实您也特别提到了 这些年很多悬而未解的问题 是不是可以趁着这样一个契机 用CEPA2.0为咱们港人打开更多 更方便 更高质量的 开拓内地市场的窗口的 谢谢您提到CEPA2.0这个话题 其实我在立法会这段时间以来 一直在各种相关的场合提议政府 好好地总结CEPA签订20年来 我们没有能实现的那些承诺 然后在20年的机遇中去签订新的条约 去打通各种 刚才我提到的各种障碍 那么这次特首带领立法会议员访问大湾区 这是迈出的第一步 就是说这是疫情以后通关以来 我们第一次这样的正式的探访 那么建立了非常好的一个关系 但是要解决刚才我提到的种种问题 要签订CEPA2.0 光靠这样一次官司的访问是不足够的 我自己觉得深度的调研 我们还得继续地进行 所以我趁这次行程也约定了几位专家 那之后我会再度去访问他们 跟他们聊天 我觉得今年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一方面解决我刚才讲大门开小门不开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不是探索让港人不用离开香港 在香港都有机会接触大湾区市场 甚至因应今天国际形势和数字经济发展 开拓CEPA的新内容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那洪博士其实你也特别提到了 香港在过去这三年的时间 因为疫情的原因 其实和大湾区的联系 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那这次有很多议员对于大湾区的发展 都提出了叹为观止的这样一个感慨 那香港如何通过这次的机会尽快的奋起直追 赶上整个大湾区发展的步伐和速度呢 您觉得 我自己也觉得叹为观止 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妄自菲薄 香港也有优势 在这次行程中 比如说我们探访了一间假牙制造商 它就是为香港人创办的 它在全球假牙生产市场的占比 达到了60接近70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额 因为它的客户是牙医 是欧洲 是北美 是澳洲的每一个牙医 因为假牙不像你生产一部手机是标准品 你生产一万量每个人都在买 牙医是要每一个人夺身定造的 那么世界的牙医信赖这位厂商 跟他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把假牙送到他这里生产 逐一见到香港的优势是什么 是国际化 是国际的网络 这点能够弥补内地不少科技企业的不足 那么我的建议是 我们能不能针对我们这次去探访的这些企业 进行重点的游说 游说他们把一部分的过程放到香港来 把产业链放到香港来 让香港也能参与到这个产业链的过程中 同时也让这些企业能够利用香港国际化的优势 开拓国际的大市场 洪博士你也特别提到了 其实光光靠这种官室的访问可能是远远不够的 那接下来是不是会寻求更多的这些机会 包括在民间交流 在各个环节上的这种增加 香港和越港澳大湾区之间的这样一个交流 能够更好的促进 接下来香港融入到大湾区整个发展的体系当中来呢 绝对是 我想这次特首是一个开拓性的探访 它打开了一些话题 接下来就要靠每一个局 每一个部门 然后像我们这样的立法会议员 甚至研究机构 企业 在细的领域 在微观的领域 去发掘到痛点 去解决痛点 去打通各种障碍 真正实现大湾区的融合 然后共同发展 这是我对这次形成的一个期望吧 好 今天特别感谢鸿文博士 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那以上就是今天 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陪伴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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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